打扮 終於是遊戲輪套 10月17日 就是讓大家優先享受 全新大家喜愛的遊戲 而且就有個雙倍 鬆意的順利 我也是 很小的Logo 即使你看到頭燈 可能是凌晨兩三點 蘇哥一個Girls 拿著我們最新的產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ci 剛剛試完全新的GD Sport 我發現真實度是非常之高的 無論在Blake方面 或者踩了方面 配合剛才全新的軚盤 我玩的時候 剛才我玩了一條紐布林的賽道 其實相似度和Blake 亦都非常相似 Blake Point也做得很相似 這一代和上一代的分別 就是觀感和視覺上 更加提高了 這個遊戲的真實度是非常之相似 亦都可以真的說 如果當你玩得厲害 你駕賽車都不會太差 我相信 今集的Gran Turismo Sport 就在十月的中旬終於出街 萬眾期待等了很久 因為GT經常都延遲 但今集的變化和以前的集數都很不同 主要功能 現在去到次班 就做電競的模式 即是賽車Game 已經沒有以前 只是在買車、儲車 改裝的主要目的 主要現在它的Online功能 就有排名戰 要你去打一些Ranking 和其他國際選手 代表自己的地區 用Online功能 做整個遊戲的主軸 所以車種今集不是收錄了很多 就全部都是這些賽車 或者是街車 One make的賽事 或者是一些同歸馬力的賽事 現在我們在玩這個紐布林 就是歷代GT 都做得很漂亮的賽道 今集的細緻度再提高了 起伏那些都很明顯 看到現在這個TGT 新的Frustmaster的軚盤 就好做回規返 給予信心 因為PS4 市面流行的軚盤 有幾隻 但都是偏勢力 所以做一些動作 救車會比較困難 不過TGT就沒有 沒有這個問題 Hello 我們現在正在試 新的GT Sport 其實GT5 我一直都有玩過 GT6 但是我們發覺 做了這一代的GT Sport 它的Physics 物理 所有東西 還有畫面 都是漂亮了很多的 我現在正在試 駕駛這些Limax的賽車 這個遊戲 真的多了很多賽道 很多新車 是一個很值得去 車迷去玩的遊戲 來的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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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